大家好,我叫李世希,是生活在韩国的大学生。 今天我要给大家谈谈我的中国留学生活。 2019年夏天我去到了中国留学,然后那年冬天回到韩国。 虽然在中国留学的时间很短,但是我非常开心,也非常幸福。 现在跟着我一起看看我在中国留学期间的视频吧。 我去中国留学的学校是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西南民族大学。 留学期间,我不仅交到了许多中国朋友,还交到了多个国家的朋友。 最令我开心的是,我还结交了该大学韩国语系的许多朋友。 课程结束后,我会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吃饭,一起散步,一起看电影。 对于为了学习中文而去中国留学的我来说,和朋友们一起度过的那段时间是非常有意义,且幸福的时光。 最后,我在留学期间,还和朋友们一起去云南省旅行了。 在学校听课当然也重要,但我认为去中国各地旅行也是很有价值和重要的事情。 所以,我和朋友们在云南省旅行了一周。 在丽江古城美丽的街道上转忧,参观玉龙雪山,还在乎跳下徒步旅行。 虽然在前往玉龙雪山期间,因高远反应我的身体非常难受,但玉龙雪山的美景非常美丽,足以战胜身体上的痛苦。 两天的徒步旅行也因为体力不足等原因,中间有过要放弃的想法,但是从不跳下俯瞰的美景使我坚持到了最后。 最喜欢旅行的我来说,在中国的留学生活就像几个月的旅行一样。 因为不仅仅是单身的学习中文,而是经常享受到了中国的文化和传统,中国各地美丽的风景,以及人们温暖的心。 起初感到陌生和害怕的中国生活,却让我变得更加强大,拥有更广阔的视野。 所以,在中国度过的时光,也许会成为我终生难忘的珍贵记忆。 大家都看得开心吗?谢谢大家的收看。 通过这次大赛,我能够再回忆起留学期间经历的点点地底。 所以这对我来说意义深远。 我准备的视频到此结束,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。 拜拜。